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我是山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豆瓣评分9分以上 被誉为神作的绝命读诗,一级六七集 前情回顾,老白和小粉的创业组合解体后 小粉回家后却遭到父母嫌弃 过腻了看人白眼的日子,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但三无人缘又前科累累,想要上岸岂非容易之事 到处碰鼻之后,只能重造就业 但他无法接受自己制作出的垃圾货 生活陷入绝境之中 老白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治疗 不过高昂的医药费是他遥不可及的梦 又担心自己死后留下巨额债务 让老婆孩子后半生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 因此再次登门,找到小粉寻求合作 各自经历坎坷后 他们能放下之前的矛盾,为同一目标努力吗? 嫌疑手续,书接上门 这次开工,老白定下规矩 整个行动就他们两个人 老白只负责幕后制度 联系客户出售,由小粉负责 他不想和毒贩们见面 更不会有任何接触 并钉下铁律,绝不能再发生流血事件 医院里,老白告诉妻子 艾米尼奥已经把钱打到他的账户 以后都不用担心治病的费用 多天后,治疗的副作用逐渐显现 头晕目眩 呕吐日渐消瘦 高强度的制度过程更加耗费体力 时常双腿发软,支撑不住身体 小粉通过他身体上的斑点猜出老白得了癌症 因为姑妈患病化疗后也是如此 明白了老白弃善从恶的原因 不过是想临死前为家人留点钱 两人制作的东西依旧非常受欢迎 小粉游走在黑暗之中忙得不亦乐乎 钱到手后,给老白买了一部手机 方便日后单线联系 总共盈利2600美元 将属于老白的纳粪交给他 这是他这么多天来最辉煌的时刻 不过老白一点情面都不留 泼了一瓢冷水 老子做了将近一斤 你就卖出28克 干着掉脑袋的活赚卖粉条子的钱 发财要等猴年马月 小粉中嘴,这不是蛋糕 可以沿街叫卖 已经是跑断腿的结果 既然零售量小,风险大 不如直接搞批发 但想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得找一个大毒销 小粉只认识疯狂小八 他死后名叫屠库的人上了位 此人劣迹斑斑,罪是凶狠 并且从不和陌生人做生意 贸然上门太过棒显 不如稳妥一点,知足一点 而老白只想一口吃成胖子 他在和时间与精力赛跑 稍慢一点就会被死亡和贫穷控制 几天后 汉克来到老白的学校 拿出制毒现场找断面具 询问老白是否认识 因为标牌上写着 怀恩化学实验室 老白内心慌得一批 却强装镇定 好在汉克没有发现他的变化 只是提出带上仪器清单 去储藏室验证 果然发现单子上有8个面具 只剩6个 还少了一些玻璃制品和原底烧瓶 都是制作人员最喜欢的东西 正说着小粉的电话打来 告诉他刚出监狱的瘦子 能搭上图库这条线 现在就可以带上一公斤的货品去找他 老白用简单的话语同意后挂断电话 汉克也完成手上的工作 警告他守好自己的地盘 警方惹上大麻烦 而他不知道眼前这个窝窿姐夫 就是他要找到对象 瘦子告诉小粉 他与图库的关系就像亲兄弟 没想到进入大门同样需要搜身 显然他的话掺杂不少水分 图库很谨慎 让小粉先吸一口 然后自己才验货 只一点点他就被彻底征服 那种飘飘欲鲜的感觉爽翻了 当即以一斤三万五千美元成交 不过只能继售 现在无法拿到现钱 小粉意识到对方想暴力吞货 趁其不注意拿起东西就跑 怎奈对方人多失重又被拖了回去 图库返回保险柜 拿出现金装进袋子 小粉难以置信 正准备伸手去接 没想到图库突然出手对他一顿暴揍 原来被钱砸也不是梦 并警告不允许任何人在南谷贩毒 老白在给小粉打电话时 一直无人接听 与此同时 汉克抓捕了学校的清洁工鱼果 他莫名其妙成了老白的背锅侠 晚上汉克来家里玩牌 说起逮捕鱼果的原因 首先他有钱科 并且有实验室钥匙 偷走教学仪器非常容易 其次从车里搜出许多捐了大麻的雪茄 足以说明他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警方突击家里时 确定其就是个隐君子 但没有找到丢出的器材 但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 没准还会在监狱里待几个月 老白对此深感内疚 也没有心思再玩下去 对所有赌注推向中间 来了一把梭哈 汉克见他如此张狂 定有大牌在手 贸然跟上去 可能血本无贵 短暂游逸后 丢了手里的老A 却没想到 老白手里连个花人都没有 汉克难以置信 自己居然中了烟雾弹 散场后 再给小粉打电话 依旧无人接听 几通之后 那边终于传来说话声音 却不是本人 老白得知他被打后来到医院 小粉被打断几根肋骨 还在深度昏迷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清醒 老白镇定坐下 他要从瘦子口中了解图库 然后亲自登门 会会这个家伙 回到家 老白吃了大量抗癌药 本就不浓密的头发 也开始大把大把脱落 索性全部替光 省得闹心 少了三千烦恼丝 也算和过去告别 从这一刻开始 启动开挂人生 他拿了一袋新货 来到图库的地盘 门卫见他像道上之人 并未多加阻拦 但搜身避免不了 图库拿出一块水晶货品 简安一番 放在旁边 老白报上自己的新名字 海森堡 开门见山 索要五万美金 三万五千美元 是支付被抢走的货款 剩下的一万五 用来补偿同伙受的伤 但图库是何等人也 怎会乖乖就范 老白也不慌 拿起桌上那块白色水晶 直言这并不是什么冰毒 转手丢出窗外 巨大的爆炸 震碎整个二楼的玻璃 楼下的小弟 也随着冲击波被掀翻 所有人耳朵里 只剩轰鸣声 老白趁乱拿走整包东西 欢迎不服者 上前来战 图库不想用生命冒险 只能乖乖交钱 其实上次小粉带来的货 买得比肾虚嫖技还要快 下周可以再带一斤来 并承诺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绝不拖欠 最后图库告诉他 有时候为了赚点钱 不得不抢一点 这是靠长期实践得出的真理 而老白此时就是亡命之徒 顺势提出 一斤不卖 最少两斤起批 没有谁能拒绝如此赚钱的买卖 图库也没想 就答案下来 并询问他手上的是什么鬼东西 老白回答 雷酸拱炎 在餐点化学改造 反正屌丝所扑来 话落 迈着无所畏惧的步伐 离开 回到车上 感受手上钞票的真实 才暴露出从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几天后 老白向学校请了长假 小粉也清醒过来回到家 因房子变凶宅 不敢睡在里面 联系了中介准备出售 自己则躺在旅行车上养伤 听兽子说 老白要了图库的地址 想要去拨命 本还担心这个病秧子吃大亏 如今却活着站在眼前 看来是想通了没趣 老白没过多解释 将七万五千块递过去 其中有小粉三万五 还有一万五千块 补偿款 余下的是下批货定金 以后每周最少能拿到这么多 当小粉得知 双方约定交易两斤后 脑袋瞬间发麻 先不说 图库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混蛋 光是制毒必不可掌的麻黄素 去哪走 之前搞的那些 花了他一周时间 单程就需要跑两百英里 老白听后也有些后悔 伟大的计划就这么快 进入瓶颈期 一周时间转瞬即逝 正如小粉所言的那样 到了交货时间 两人只做出0.53斤 图库虽然不爽 还是把货款结清 总共一万七千五 由于浪费时间折扣一半 老白却提出要两斤的钱 共七万块 就当是高端货的投资 图库是个生意人 更有实力冒险投资 但每周要加25个点的利息 也就是说 这周借五万二 下周要还六万五千七百二十五 老白接下来的话 惊掉所有人下巴 四斤能不能吞下 图库不敢吃信 警告玩归玩 让归闹 别拿你徒爷开玩笑 到时不还钱 可没好果子吃 小粉当场就懵逼了 两斤一搞不出来 又承诺四斤 瞬间觉得头上选把利剑 随时要掉脑袋 回到家 老白重新筹划炼制配方 从此不要麻荒素 从试管炉里提炼出 本机饼铜 然后利用还原安化反应 做出四斤品质一样的东西 小粉听后只想吟诗一首 称赞他的博学 奈何文化有限 只能喊 卧槽 牛逼 随后看着 连名字都认不全的购物清单 又打起了退堂苦 提出不干 老白一把将他耗了回来 说教 鼓励 表扬和未来的美好玩图 教学那一套 全部有在他身上 小青年受不了这一套 老白成功洗脑 小粉干尽满满出了家门 耗费很大力气 终于把老白所需要的东西 搞到手 只有贾安 因为这东西管控非常严格 有人可以从南城的一个化学供应点 偷些出来 但要一万美金的报酬 眼前这些设备已经花去了两万块 小粉手里一个大半没剩 老白听后想了一下 既然如此不如自己去偷 可保管贾安仓库的大门 没有钥匙是无法打开的 并且那里有一把特大的锁 老白认为那些都不是困难 准备了合成捋热计 二战期间 德国有一门世界最大炮 重达千斤 能射出七吨炮弹 就算敌军 每天往这门炮上扔炸弹 我也无法将其损坏半分 但如果你只派一个人带上这包东西 就能融化四英寸的钢板 永久摧毁这个无间不摧的大家伙 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奥义 只要智商在线 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 两人趁着黑夜掩护 埋伏在供应点门口 刚好看见巡浪保安走进厕所 然后把铝热计放在大锁上 喷枪加热 十几秒后大门被打开 保安听到警铃声 就是无法走出厕所 材料全部被齐 只带生产 没想到旅行车怎么也无法启动 距离交货时间越来越近 他们不能再耗费时间 只好在小粉家地下室制毒 处理一架安石 细节要严格掌控 必须保持在425度恒温 至少要提炼两个小时以上 才能炼出勾作四斤货的剂量 两人正忙的热火超天 中介又带一拨人来看房子 浓烈的化学气味飘到楼上 销售为了充业绩 投喷空气清新剂遮挡 这期间有人盯上地下室 非要看个究竟 小粉堵住房门 防止闯入 对方却是一根筋 坚决不走 无奈之下 小粉宣布房子不卖了 所有人立刻滚出自己家 白嫂这边已经到了孕晚期 这天家里也举办了聚会 庆祝即将到来的小生命 玛丽给孩子准备了 白金香钻的投罐 汉客见价值不菲的东西 一阵肉疼 和老白要了一瓶烈酒 来到后院 拿出非法走私的雪茄 配好酒 老白呢也跟着抽了起来 就此 两人谈论 到底什么是合法化 就像眼琴的这瓶酒 1930年属于非法 如今却被合法化 人人都可拥有 再过几年 大麻毒品 会不会就摆在超市 众人走后 白嫂仔细端香投罐 自然高贵 华丽无比 但对于她的家庭来说 不如换成尿不湿 更实用 隔天来到珠宝店 准备将其变现 谁知 收货员刚看一眼 就要报警 原来这个投罐 是玛丽偷来的 白嫂白口莫变 只能使用计谋 店主被吓得不轻 只能放人 当她找到玛丽质问时 对方矢口否认 其实她偷东西 并非经济所迫 不过是单纯享受 那行窃的刺激 正如汉克所说 浸锅吃起来最甜 当白嫂把这件事 讲给老白 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反应强烈 劝解道 人有时会为家人 做些蠢事 盗窃如此 其他亦如此 她更想知道 如果哪天自己犯错 妻子会选择离婚 还是大义灭亲 报警 白嫂未雨 松上一吻 仪表回应 废车场内 图库带人来取货 老白拿出 足量的东西递过去 便显示 更加纯正的水晶蓝色 痛快交上所有货款 长期合作肯定会赚大钱 这时一边的小弟 提醒老白 不要得意忘形 时刻记住 在为谁干活 没想到这句 再正常不过的话 导致图库大发雷霆 歇斯底里 将对方大骂一顿还不算 老白首见他 如此凶残 吓得默瞪口呆 不敢上前劝阻 小粉更是大气不敢喘 感觉肋骨生疼 发泄完后 图库带着 被打至半死的小弟离开 通知下周 同一时间取货 留下老白和小粉 呆愣愣站在原地 这条路 虽然是金砖铺地 但到处都是一滩滩血迹 走得越远 越不能保证平安活着 绝命独师第一季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老白利用精湛的科学知识 做出世间难找的好东西 之前几年才能挣到的工资 如今仅需一周就能获得 但财富和风险并存 这一路注定崎岖不平 腥风血雨 化疗对他的病情有所缓解 但钱不能买命 他到底能活多久 谁也不知道 每天夜幕来临 都会担心自己 再见不到明天太阳 也许只有感受到绝命 才能做一个 不看回头路的毒师 点击关注 绝命毒师第二季 正在马不停蹄制作中 我们下期再见